來整理一下,所以剛剛的做法 第一個,我們其實是去下載資料 下載的話基本上 最終就是這 這三行,等於是request,然後 get這個後面的網址,然後記得 他的編碼方式 再來的話就觀察說他裡面有哪一些需要切割 所以我是建議你可以用什麼 下載那個Nord配++ 然後Nord配++安裝之後的話 再針對那個檔案,按右鍵可以把它edit 然後你可以看到 那記得這邊我多做一件 多一個設定,就是說那個顯示所有的資源 這個功能可能要把它打開 那稍微觀察一下 如果他尾巴是crf,那就是什麼 記得就是什麼,反斜線r,反斜線n 那所以呢 這個是切第一次,先切 一個切一個一個切一個,這個是第一階段 那第二階段就是在切 切這個 等於是把它 這個第一階段是request的1 第二階段是request的2 然後012 34 總共有 等於4個 0到4那等於5個欄位 避開第一個,所以這個 第一列的話是0 這個避開,所以從1 到最下面,那最下面會多一個空的資料 所以呢,必須把那個空的資料把它去掉 那就可以把這個資料全部都讀進來 然後並且呢 再加上我們上個禮拜講的那個,就是建一個資料庫 建一個資料表,那欄位的部分我這個禮拜又多講了一個叫 double 如果你是 整數的話就indiger 另外的話有date time 然後把資料讀進來之後切割 然後再切割第一次是用這個split 反斜線R牌 那第二次的話就是切那個double 然後呢 因為第4個欄位裡面呢 有那個空白,所以用split把它去掉 那去掉的方式就是去掉完之後再把它存回去 所以 去掉完之後再存回去 那寫法就這樣 去掉完之後再寫回去 那寫回去之後的話 這邊裡面就不會有空白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喔,以後如果你哪個欄位有問題要需要處理 你可以把它處理完之後寫回去 然後再利用什麼,利用那個 insert into 哪個資料表 然後呢就把資料 剛好這邊一樣五個欄位啦 那最後一個欄位因為 它不是文字 所以呢本來那個 範本裡面是前後有這個單引號 那如果它是數字類的 比如說是double或者indiger 請注意喔 這個前後的單引號必須把它拿掉 然後呢再把後面加format 然後分別是第1欄第2欄第3第4第5欄 然後分別呢就直接放到這5欄裡面 然後最後就把資料一個一個寫進去 那最後的話呢 commit 確定新增 關掉寫入成功 OK 大致上是這樣啦 基本上這個架構 你如果會的話 那其實網路上很多的資料都可以類似的方法完成 也許各位可以自己再找一個來練習吧 像 我們那個剛剛有提到的 就是像 這邊不是有很多那個類似的 像什麼 就是我 剛剛找了這個叫 投資理財 有1700多種 其中的話呢 在大概 比較大概往下一點點這邊有個叫 個股 這個日收盤價 月均價這裡 那也許如果假設我今天希望把這個資料 把它下載下來放在資料庫的話 也許請各位試試看 然後 大致上這樣 其他的話還有包含什麼 像剛剛有提到什麼 你如果要找像 竊道按鍵 比如說治安啦 交通其實也有啦 那其實像 光竊道就一堆了 像上個星期我們練習的那個 那一樣的方法你如果假設希望什麼 把竊道 好像 上個禮拜練習的那一個就是 台北市的那個 住宅竊道點位 那也剛好是有5個欄位 這5個欄位呢如果今天希望把它全部都塞到資料庫的話 那一樣啦你可以找到這邊有一個連結 把這個連結貼到那個get的後面 那一樣可以把資料下載 那並且塞到資料庫裡面也許可以試試看 那編碼方式特別注意這個是UT28 所以 只要資料 讀的時候沒有亂碼 然後切割都ok 塞到資料庫裡面 那這樣基本上 就完成第一階段了 那後續呢如果你要做其他的統計分析喔相對也比較容易一點你可以再把資料讀出來 然後做後續的處理 那如果這個做完之後待會的話我們可以再練習其他比如說 在這個資料裡面資料集裡面 往下捲動 到最下面這邊的話 這個是我輸了 關鍵字 如果說我今天呢假如說全部資料裡面喔你可以看到 其實呢以那個總類檔案格式來看喔 最多的基本上是CSV 那當然其次是Jackson 再其次是那個XML 所以呢理論上我們掌握最重要的 這個剛剛有練習了 那後面大概這兩個如果你也會的話 基本上 應該90%的檔案格式應該都可以處理了 OK 也許請各位先把剛剛的這個CSV練習 那待會的話呢也許我們可以針對Jackson 看看 如果 假設網路上提供一個Jackson的格式 那我們要怎麼去解析 那當然相對啦 Jackson的格式 相對的又會比那個 CSV來的更複雜 因為 CSV就斗點 然後後面就換行 那Jackson的話 當然相對就沒有這麼簡單 至於要怎麼做 請各位也許 先試著把剛剛的部分先練習 待會我們再來看喔 你看喔 род如果